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Blackwell的延迟一律 其实回答已经来说了 他说什么呢 已经开始修改了光照提升良率 在接下来的第四季是出货 而并不是生产 所以接下来会大量供应 而且会贡献第四季数十亿美元的营收 等于说这Blackwell 黄文旭已经讲到了 明年也会非常好 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个专家都在讨论这个焦点 虽然说回答你可能从财测的角度上 给的惊喜越越少 毕竟这股价过去来都几倍几倍在涨了 但并不还算灾难 所以短线上如果说在接下来 Blackwell的延迟一律已经做化解的话 是不是对于后续的一个股价回复动能 大家还是可以愿意给予信心的呢 当然我们在盘面当中发现到了 真的很多资金持续在找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回答如果没有太大问题 很多半导体展联动出来的设备股 依旧非常亮眼我们看到像今天这个CPU组云继续工 联军是联宏创高 还有呢包含了像是台积电英特尔来掀起的玻璃基板技术战火 其实就是要为面板级擅出型封装来做铺路 所以很多的一些新联盟大家已经抓到了机会 想要先行做布局接下来抢大单 所以教练老师来帮大家看 其实今天我们盘面当中就发现一个特色 只有台积电早上还有什么鸿海广大在压着 可是中小型股票不等了 等不起了一直冲进场来找机会 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对 昨天其实你可以看到 昨天盘中指数见低点之后 其实拉到尾盘翻红了 那时候涨什么 鸿海 广达 台积电 尤其台积电昨天就涨了二十几块 对 先涨了 对 先涨 那今天不一样 今天换这些大型股来吧 因为AI的关系 下来 然后换中小型股的股票再涨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个地方来讲 当然你要分辨清楚 哪些你是真的要逢高卖 哪些是可以做低接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 当然今天大家一定都会想窥打 因为其实这两天我们也有跟大家讲过 我说它的财报的部分来讲 你要有很大的惊喜 很难 对 那你要不如市场的预期 就比较 也很难 好 这个其实不要说我们猜中 这个是大家的预期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那重点来了 其实这个跟大家的预期 因为盘后跌 就是盘后的时候 大概跌了超过7%以上的一个水准 那目前的夜盘的部分 大概跌大概只有5%多 它的跌幅有收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台股的部分 跌幅也有收斂 那台积电AD当然跌幅也收斂好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你看它其实跟大家的预期都差不多 只是因为盘后跌了之后 然后大家就说你没有达到大家乐观的高标 就像我之前拿目标价给大家看 我说200块那个是特例你知道 平均的它的目标价是 离现在大概只剩1、2% 对 就是说其实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它公布完之后 其实你应该解读 这个其实大部分都符合预期啦 只是因为股价先涨了一段 它是不是从低点反弹这一段 大概涨了45% 4成多 对 我不是说它在等嘛 对不对 那等的状况 当然就大概差不多符合预期 所以股价你要教它怎么涨 再涨上去它就要创立实际上 这个很难 那除了它之外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好了 我昨天 其实昨天很少人在讲这个事情 新登堡的部分 对不对 它看空美超微 结果美超微的股价 昨天来讲的话 一度中错28% 我说这个还没中错28%之前 从今年的高点1200多块 已经跌5成以上了 结果又跌28% 你知道吗 收盘还跌了19% 那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就是说奇怪 大家怎么觉得 之前美超微不是一档 AI的一个重要指标股吗 它是最腰的股票 对啊 最腰涨到1000多 你知道吗 然后结果现在被看空 你知道吗 新登堡这家看空机构 其实说真的也蛮厉害 不一定说它一定对啦 可是你看 看空完之后 重点来真的美超微的财报难产 是 它说它的年报的部分 要延后公布 那你知道大家不是就更害怕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今天有一些AI 或者台系电等等 这些股票会跌 除了NVIDIA之外的跌 其实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这部分来讲 所以这个会产生一个事情 我跟大家报告 现在部分的AI的股票 你真的不要乱买 因为假如挥达它不过高 假如美超微 它的股价还是这样 继续跌的话 台湾的涨很多的AI的股票 它的本益比会被下修 大家会往下来 是 假如你NVIDIA你可以过高 其他好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大家的本益比会往上提 是 可是你现在看起来 短时间应该不容易过高了 因为你财报你又要等三季 但还要等一季 还要三个月 对 它又不像我们每个月有公布营收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它的股价 没那么快过高了 大概应该是会比较倾向大家 那假如是这样 是不是它本益比比就比较低一点点 那台湾的AI的 所在涨很多的 我觉得要逢高前马 好 那当然因为近期的盘面当中 虽然说挥达的财报 赵立哥提醒大家 有些AI股不要做乱罪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 好 挥达财报结束之后 大家现在众所寄望的 还有一件大事情 就是9月4号的半导体战 甚至还有人又在讨论了 黄文轩要不要这次会来台湾 好不知道 可是我们看到 今天真的很多小股票 今天先冲出去的 依旧是这一挂 我们这个礼拜一直在追踪的 CPU组群 比如像现在联军还在冲 今天很多档个股 其实今天真的是一片红通通 理由跟焦点是什么 他们的续航力怎么看 对 没错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过 最近这几天 其实我们常讲的 就COWERS CPU 瓶盖股等等 对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COWERS的部分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两天我都跟大家讲 那是北风北的股票 你不要乱碰COWERS了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好 那我说这一块来讲 CPU它是短时间最有机会的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讲 不管是什么 不管 当然有传出黄仁勋 好像又要来的 好像啦 这个不知道 那来不来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这一块的股票 我说你要看一档指标股叫什么 3450的联军 对不对 前两天 你看一下3450的联军 我说这种股票你看一下 它昨天就敢过高了 对 我说你就是看它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离高点是最近 只要一个族群里面 指标股它可以往上冲 我跟大家报告 不会只有涨一天 是 它肯定会有一个波段 那你看一下 昨天就过高 今天是不是 对不对 又一个来 好来 那当它昨天过高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讲 你看一下3363的上全 对不对 它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东西送分体 你知道吗 后来 还有3163的 Borrowway 你看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都送分体 就是短线 因为刚刚那个过高 所以大家一定会希望 这些股票也会过高 跟着一起 对 其实我觉得就 假如你真的短线要冲 你就技术面冲码面 现在这一块 我觉得假如你真的是 心脏比较大颗 你假如股价的波动 要比较大的 其实你玩这一块 我觉得基本上 获利的机会它是有啦 不过就是 因为它也在右侧的上方 很高了 很高了 快 我觉得也快接近了 就是这种股票 我猜啦 以这种涨势来讲 它就是先动啦 因为国际半导地产 当真的开闪 是 就 就自己要 就可以注意一下 就注意了结的时间 是不是 好 那当然如果说 真的比较安稳的操作的话 赵莉老师 我们继续帮大家追踪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一连好几天 其实你花了不少的篇幅 其实放在瓶盖骨的身上 可是一直到今天 大家才发现到 原来 辉达的财报 会不如财策的高标 开始至今 一涌而入 又往瓶盖骨来了 所以这一波的热度 你觉得呢 刚刚开始吗 其实我跟大家不知道 台湾的瓶盖有机会啦 美国的Apple 机会不大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种本益比 我不是跟大家讲 理论上来讲 苹果的本益比 大概20出头倍 正常的状况 可是因为这个都历史新高 就是美国的科系股 也废半啊 这一波段反正就涨了那么多嘛 那你看本益比可以拉到 你叫它 这种EPS的成长幅度 今年9%多 明年11% 这个有很高嘛 我的意思 所以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最后一个 苹果当然 它能不能把目标价往上 或者EPS能不能再往上 其实现在关注两个点 一个就是什么 它信息发表 有没有经验嘛 比如Apple Watch 是 iPhone这些 是不是让大家很驚慌 很好很好 肯定大家就上修 第二个就是什么 等它开卖完之后 一段时间 是不是拉货的部分 优于市场的预期 这个不用等到第三季的 就是下一季的财报 我就这种念来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理论上我们认为 Apple发表会好了 你觉得会很惊奇吗 它的股价都已经来到 你要怎样惊奇 这个就跟NVIDIA一样嘛 你要寄望它非常惊艳 很难 是 可是你不要听我这样讲完之后 你就觉得台湾 为什么 因为它的本益比 今年的财测来讲30倍 台湾的Apple的本益比 说真的很低啊 有的真的只有10倍啊 对 12倍 超过10倍的很少啦 并且你看Apple的股票 台湾的供应链 Apple的股价都历史高 台湾的供应链的股价 没涨到 所以你说会不会涨 会啦 我觉得 然后大家现在呢 我的意思是好 位阶低 本益比低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33的滑通 滑通 你看一下 我们是才追踪完 对 你看一下 对 今天股价也大涨 对 年载版的 你看3037的新星好了 是 对不对 也一样 我们再说好 那当然大力光这些都是指标 是 我想最弱的好 8086的宏杰科 对 PA是这波当中跌很深 对 你看 它都可以3105的纹帽 是 对不对 你看一下 也像 这一波算跌很深 对很深 对不对 这个都开始在谈了 我的意思 其实Apple这一块是你们现在 真的要去追踪 然后可以 因为绝大多数来讲的话 其实股价真的都没什么涨 对 那这当中其实前几天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台亚的部分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持续帮大家追踪了 因为刚刚赵姨老师讲到了 包含了像我们这一波 短线建议大家操作的在CPU组群 还有这一波建议大家 可以比较稳健型操作 本一笔低位基地的苹果供应链 到底这些个股的相关操作 好 为什么 赵姨老师会看好它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透过我们画面当中的联络方式 跟赵姨老师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 好 那我们来看看感测元件当中的台亚 这两个股的后视观察 怎么看 对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过了 其实人家真的是十年摩未见 这个是形容尺 那当然它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真的要磨这一件 那摩尼紫柜的部分 你看一下 我们先看摩尼紫柜好了 好 你看一下今天挂牌的分时走势好了 七七五三的新雅 新雅 之前原本要挂牌 结果因为搞了一些乌龙 结果当然就没挂牌 那现在终于挂牌了 我们想就去除了很多的一些谣言 今天蜜月行情 你看一下挂牌45块 今天大概六十几块 这样也大概涨了42% 四成以上 对不对 好 那我要讲它挂牌之后它当然台雅持有它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一块 我们先讲本业的部分 就是它的所谓感測元件 你有没有看到感測元件 3227的原相 这一波 很猛喔 感測晶片你看一下 3227的一个原相 你把它打 看K线 对不对 你把它缩小器 它真的长很多 那你看一下3019的 亚光好了 这个镜头 蜜蜜 你看 这也是一样 这个感測 可是这个 那他们其实当然他们需要用到这些的感測元件 那我的一时候公司也讲 它原本的东西是这样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对不对 营收 明年又会出现大爆发 会比今年大好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乔长线你看到明年 你觉得呢 股价当然它就是一个 长线上它就是一个多头的架构嘛 因为你未来是 大家不是看我上一季 不是看我上一季 你又没有发现 股价来很强 今天站上什么 季线 对 站上半年线 放量 我跟他报告 这种理论上这种都会过 那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的部分 那你看第三代半导体的部分 其实你看一下 我们比如说3707的 汉蕾 汉蕾股价当然也上来 对不对 那它现在多少钱 63块多 是 你看台亚才40块 你看差多少 其实我觉得台亚的技术 有日雅化在资源的状况 不会比汉蕾更差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目标 应该是有机会 像汉蕾来做挑战 一股价上的 好那摩衣纸柜题材 是它其中一个 大家可以想象的空间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想这个 我们之前讲的这些股票 其实也一样 你像那时候 深阳班 军豪 其实大家都要摩衣纸柜 当然它也有摩衣纸柜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工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雇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服用 保证 准备